点亮你的财神灯 5月31千新户送666手续费折底金 成交在送30天五财神线上点灯 台股单月交易美满10万元 美股美满1000美元 送1元某某币 不翻新旧户皆可登记参加 累计无上限 快来布局你的财富口袋吧 最新数据显示通膨成长符合市场预期 增添连准会可能最快在今年上半年降息的希望 美股主要指数周三起涨 纳斯达克创2021年11月以来收盘历史新高 个股方面 因人工智慧助推奖势 超微半导体股价周四大涨9% 创历史新高 市值首度突破3000亿美元 另外云端软体服务商Snowflake 最新猜测令市场失望 且突然宣布原执行涨将退休 引发市场疑虑 以至于股价周四暴跌于18%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和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事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嘉全创下历史新高 碰到19000之上 但最终收盘收在低点 结束目前依旧站在周线之上 贵买近日相对强势 收了一根长红棒 成交量比昨日还大 创下近期新高点 Foods Corratio为127.8 选择权位平仓18650Food 增加8042口为最大量区间 19200口增加8629口 也是最大量区间 变动区间为18650-19200 可以看到嘉全贡献排行中 台积电没有在排行里 台积电2024年2月15号跳空后 价格持续在上方盘整 近期也出现开高走低收黑的走势 明显有在头顶区间内游走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